记者张聪秋花坛报道,资深艺人廖骏到花店买花,被店员认出来,当场问他,你是艺人,艺人,吗? 廖骏神回,我花生。 短短三个字让廖骏成了网红,被封上花生哥。 花生哥今天在张华县花坛相拍戏,他说,当时到店里想买野浆花,妈妈生前最爱野浆花, 他想带花到牧园探视妈妈,没想到花没买成,却让自己变成花生哥。 廖骏目前在花坛台湾民俗村拍摄电视台乡土节目戏说台湾,接受媒体访问时,道出事情经过。 他说,妈妈葬在花坛乡,只要有空,他都会到牧园探望妈妈,这次他想带野浆花给妈妈,才去花店买花。 他跟花店业者有熟,但跟店员不熟,当时店员看了他一下,就开口问他,你是一人吗? 他马上回答我花生。 这句对话被一旁民众偷偷录下,PO到社群网站报废公社,没想到,短短三个字狂吸进八万民众按赞。 廖骏说,民众热烈回响,让他魅力无法挡,可是他想买野浆花的心愿未了,还有民众邀请他加入报废公社。 他直觉回答,正事都没办成,哪有时间上网? 怎知对方叫他先加入报废公社再问哪里有野浆花?果不其然,才没多久时间真的有民众带住一朵细细长长,含苞带放的野浆花拿来给他。 廖骏于是带住这朵野浆花到牧园看妈妈,置脚却是笑碑,他跟妈妈解释这朵野浆花的由来,以后会再带更多的野浆花前来,在置脚就是圣碑了,表示妈妈很高兴接下野浆花,并且同意廖骏说,他忙着拍戏无暇上网聊天或滑手机,没想到网络民众力量那么强大,不仅给他帮了花生歌封号, 还能帮他找到野浆花,过程又精又洗。